是反转判断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输入怎么 输入123456 它就变成654321 OK 反正就是把 本来在前面的放到后面 后面的放前 所以颠倒而已 那这个做法的话 我刚刚有提过 就是你可以用文字来看待 那文字的话呢 就是说第一个 因为我们A等于Input Input固定如果你没有转型 它就是文字 它就是字串 那字串的顺序一定是从0开始 012345 我如果输入123456的话 那就是它的位置是0开始嘛 那最后是5嘛 所以总共有6个字哦 但是它的编号从0开始 所以最后那个编号 一定是比总长度少1嘛 012345嘛 不会6 6就是它总长度 所以其实这个有点麻烦 每次都还一定要的嘛 它的LEN要-1 所以同学常常就LEN LEN为什么要-1 因为它编号从0开始 对不对 所以这个相对的 会是需要转个弯 不过我觉得倒还好 你大概有这个认知 应该就OK的 好那再来 如果说我今天呢 把它当文字来看待 那我可以什么 把它反过来输出 所以A假如等于input 不是输入123456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 我要把它反过来的话 反过来输出 那各位要 就是之前有讲过嘛 反向输出哦 反向输出 我们就是输出的时候 for回圈 有没有 因为有个范围嘛 总共6个字 那我要从最后一个字 输出到第一个字的话 那你这个时候特别注意哦 资料只会越 就是数字只会越越小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哦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哦 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那个回圈 所以这个这一题也是要 训练各位回圈的能力 OK 那我先把它遮一下 OK哦 你们先不要受到我这个答案的影响 反正你是最好是自己 可以打出来哦 123456 Enter 654321 有没有 颠倒过来了 那怎么写 第一个 a等于input 这没问题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建一个空的字串 假设s等于空的 那我要颠倒 颠倒的部分的话就是 for回圈 for i in range 关键的地方在这里 有没有 OK 那这个range 你要想说 我要从最后那个字开始输出 所以最后那个字的话是5嘛 所以特别说5的话其实就是什么 它的字算总长度 l e n 刮符 里面放一个s 就是它帮你算 123456 6个字 所以它回来就65 但是我要从最后的那个字编号开始输出 那那个编号是多少 最后一个字编号5嘛 好不好 012345 所以必须怎么样 把它-1 从这个字开始 到点 到点 第二个到哪里 到 54321 0 对0的话变成要多少 哪一个start -1 -1 有没有 因为它越来越少嘛 54321 0 0 这下一个就是-1 所以你要在-1的地方start 它就刚好到0 那它斗点这个最后有关键 它越来越少 所以你要什么 step是多少 -1 ok -1的话是越来越少 有没有 因为预设值是1 1的话你可以不用打 但如果你要越来越少一定要打-1 ok 应该 ok 对对对 没错 果然是比较细 比较 因为有时候打 ok 那就是总共判断一下它输入的 所以这个lan 这个lan 里面就判断说它输入的值 输入总共有6个字 那因为我从编号5开始 到-1就0 所以5到0 5到0 然后分别越来越少 然后我就用串接的 s 等于s自己本身 再串接哪一个呢 这个a里面的第几个 所以它第一个5嘛 所以a5的话指的就是6 就把6放到这边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就是越来越少 就是-1嘛 就5-4 4的话就是把5 5这个字取得 然后放在这边 4-3-2-1 ok print出来 就ok了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所以 这边把它执行一下 理论上应该 结果就是我们 123-4-5-6 Enter 6-5-4-3-2-1 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ok 这个从字串的角度来看 是这样的写法 这一题其实并不困难 但是你最重要就是一定要学会什么 学会4回圈的range 后面那个 怎么样 它起始值 它的结束值 结束值一定是结束 停下来不会输出 不会-1 一定是到前一个0 所以5到0 然后到底-1的话指的是stake 越来越少 5-1就变4 -1变3 所以特别是 这个应该 前面都有讲到 只是说你们要活用 ok 这个地方蛮重要的 尤其是range 在4-1 你对range不熟的话 很多东西会做不出来 这个效果 ok 好 那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另外一个方法 把它当数字来看待 那数字看待的话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什么 我们可以1 2 3 4 5 6 对不对 那如果它是数字的话 就是多少 各十百千万 十万对不对 十二万 所以就是你可以先除以10 先余多少余6 所以我要6那个数字 所以你可以如果要求余数的话 有没有 就是percent percent的话就是 我 除以10之后 有没有 所以percent10之后的余数 那我得到的这个余数 我就把这个余数留下来 有没有 然后串 串在这边 然后再串一个 再放下一个 再一个 但是我问你这个 如果扣掉的话 我就势必要 什么 再把1 2 3 4 5 6 变成1 2 3 4 5的话 那就除除10 除除10 就是除以10之后的整数嘛 所以就是没有什么 没有这个6了 就是1 2 3 4 5 然后再除除10 再除除10 分别就求什么 求他一个一个 所以这种写法 我们好像记得前面有写过 ok 写的方法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个一样 先input他 ok 这个好像写 这个刚刚是写了总共五行 所以这个写五行 这个是写只有四行 所以这个更少 但是哪一个简单 反正看个人 ok 这个的话也很好理解 第一个的话一样输入 那当然当他不等于0 因为他除除完 除除完最后就变0了 所以当他不等于0 就继续除除10 所以怎么样 第一个 printer 先输出什么 我这个地方就是先输出 我也不要累加一个 我就直接输出 然后 A 把它 %10 就是求余数 求6 那因为直接输出嘛 所以直接输出的话 后面就不要 把它的那个什么换行拿掉 就先输出6 然后呢 再 除除10之后呢 就剩下12345 然后再得他的那个后面的 5 再4 再3 再2 再1 这样他就串在一起了 不过如果你觉得这样子 不能够理解 你可以再多 也是一样跟刚刚的一样 先把它串串串串串 串在某一个地方再输出也可以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输出 看一下 然后 123456 enter 6 应该有一样 没有问题 不过你会发现两种写法是蛮迥异的 一个是把它当 字来看待 一个是把它当数字看待 哪一个简单 觉得第一种简单的请举手 第二比较简单请举手 好像觉得用 所以好像文字好像真的比较直觉 ok 所以两种方法你就取其中一个 啊没有举手 都觉得两个都很困难 一样难吗 好 所以这一题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因为这个 这两个刚好一个是用那个 一个缝违圈 一个是用快违圈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这些题目都是要 确定你是会违圈的 画面还给我一下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打脚的姿势 然后再用 故隐的道具 你知道吗 好 有点 solve 好 好